濕疹問題令人困擾 輕質就恆養紅腫 嚴重起來, 甚至出水潰爛 不過這次這位捕鳥人 出現的嚴重濕疹情況 不是因為不理他 反而是因為求醫之後 弄得臉壞了 每一天比每一天的情況 是更加惡劣的 我沒試過看中醫 可以看成這樣 我覺得是最悲傷的一次 Amy大約半年前 既然她左邊臉出現了 一顆濕疹的小紅腫 看見她不痕疹, 一直都不理她 持續了半年左右 直至我九月尾的時候 就中了流感 連我的感冒一起發了出來 臉就開始感到很核 濕疹癮, 臉上好像開始起了粒粒 所以就想趁眉髮之前 就想調理一下身體 就想去看中醫 經過朋友的朋友介紹之後 她去了大圍一間診所 找一位老中醫求診 你第一次去看中醫的時候 是怎樣的? 認診過程我覺得比較奇怪 我以為會有一個全面的望民問切 但是不知道診症過程可能兩分鐘就完結了 接下來她就用了二十分鐘說她的威衰事 譬如說她醫了多少病人 是有濕疹會痊癒的 有一些跟我差不多年紀的年輕女 都醫治到可以斷尾, 不用戒口 中醫來說, 流感有發濕疹的原因是甚麼 其實在中醫角度來說 不論是新冠或流感都是屬於外邪的一種 但其實濕疹的原因 在中醫角度我們認為跟先天體質有關係 又或者經常寫一些很煎炸身辣的東西 或是飲凍的東西 令到脾胃受損, 身體產生濕熱 再加上外邪入侵之後 風濕熱三種邪氣一起穩結於肌膚而引致 當時中醫師開了這些綠色的中藥丸給Amy 叫他一天吃兩包 開了一星期藥, 一共14包 另外還有一瓶草藥膏 診金, 連藥費是一千元 我千萬不要停, 要全部吃掉 如果停下來, 情況會更繁複 你吃了藥丸和塗藥膏 第一次的時候, 有甚麼特別反應? 其實已經有了 吃了第二、三天, 發覺濕疹沒有止癢 反而是開始的痕癢感覺會更加明顯 普遍人都以為是看中醫 會將你的毒素揮發出來 所以未必濕疹會即時康復 所以我也繼續去吃中藥 吃了一星期藥, 覺得痕的位置大了 甚至連覺也睡不到, 很痕 所以就去覆診, 看看醫師 會否調整一下用藥 痕是身體內部, 但終於很粗糙了事 說了幾句, 是這樣的 有些痕是這樣的 叫你繼續吃藥, 千萬不要停 整個過程都很短, 我想五分鐘就完結了 中醫再開兩星期的藥丸給Amy 同樣是每天兩包, 一共二十八包 診金連藥費是千八元 他繼續好聽話, 安時服藥和茶藥膏 但接著這個星期, 濕疹每天不斷惡化 發覺我的臉, 周圍起了一些紅粒粒, 痕癢 所以是由一個豆豉的大小變成五元 一到晚上睡覺的時間 痕癢就加劇, 弄得睡不到 之前我是睡得到, 可能半夜就會痕醒一次 但現在痕醒的廁所會頻密 可能會醒兩、三次 這樣很明顯, 睡覺時感覺到 我自己的手很大力在這裡拋濕疹 所以之後就嘗試綁著自己的大腿和手 我令整個人睡覺就是垂直的狀態 手就在大腿旁邊 發覺還是沒用 還是會痕到自己鬆開了 所以開始不想睡覺 怕睡覺又來? 對 開始連身體比較小的濕疹 都開始發出手痕癢, 背部痕癢, 腳痕癢 過程是非常辛苦的 我的工作也是教瑜伽 很多時候都是面對面 學生都會問我什麼事 為什麼你的臉皮膚爛 不是發了萬聖節的爛臉妝 Amy當時的濕疹紅腫 擴大到越來越近眼睛 不只勾損流血, 還出水出籠 不同的醫師的使用方法 都會有點不一樣 但如果以我本人為例 其實我們都是以根據 急側致其錶 緩側致其本的情況去治療 當然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當病人 如果他處於急性的發續期 譬如說他的皮膚是紅、滲水 嚴重的爛 或者是擴散在全身的時候 一般來說我們用的治療方法 都是以清熱利濕為主 幫他快速地止痕 改善皮膚潰爛滲水的情況 中醫被他的藥方列出了一些中藥 估計是中藥丸所行的成分 到底合不合Amy呢 一般來說 我們中醫的濕疹 其實會根據不同的陣形 而去辨證論治 然後使用不同的中藥 我們很難判斷究竟他用的中藥 是否適合當時病人的情況去使用 無論是什麼病也好 其實在你接受治療的過程裡面 其實當你發現有異常的狀態 或者有新的症狀出現 其實第一時間應該聯絡你的中醫師 徐醫師說藥丹上面的草藥成分 一般都是常用治療濕疹的 不過由於每個人的體質不同 反應都是因人而異 Amy就有WhatsApp告訴中醫 濕疹是越來越嚴重的 中醫就叫他當晚上診所了 我也是親身去他的診所 他也看到我的臉變大了 他也說變大了 覺得有些問題 中醫也說天氣潮濕 他也說繼續去吃他的中藥 繼續吃就會好 至少要吃三個月 當晚中醫只給他多一瓶藥粉 用蜂蜜幫他混入藥粉 叫他拿回去敷在臉上一個小時 從頭到尾他都沒有說他那個是甚麼成分 兩三句就完蛋了 沒事, 塗了他就可以了 因為我的臉已經在出水 當時有黃色的皮 就是好像龍一樣 是, 已經出水、出龍一樣 我問他, 我要不要先清潔傷口 他說不用, 直接敷上去 然後就說, 敷上去就沒事了 就可以了, 不會癢了 我就想, 這個藥粉這麼有用 為什麼一開始你不給我 現在才給我呢 以為藥粉可以打救他的臉 誰知道一夫馬上出事了 好了, 過了一個小時後 我就要抹走他 但臉反而抹走後更加癢 很奇怪 我覺得他癢了 然後就塗他給我的藥膏 但誰知道那時候塗是很刺痛 因為已經很接近眼睛 痛到我的眼睛也不睏 翌日早上起床就… 很搞不定, 流血了 黃色皮, 到處都是 不可以再… 忍不住 對, 忍不住了 真的很擔心是爛臉 我就馬上去看細意 轉去看皮膚科 皮膚科西醫告訴他 臉上黃色的皮 是因為感染了金黃葡萄球菌發炎 還有是有機會對一些 外用膚上面的物質敏感 所以紅腫呈現了大圓形 我們就聯絡了 這位事件中的中醫師 了解一下 第一次拿藥, 吃了是可以的 基本上是好了 很早就回來配肉 其實這隻藥原汁比較容易吃 全部是中藥 是, 燒完止癢 是 第二次不知道吃了甚麼 然後有辦法 那些藥通常都是 跟它止癢, 燒完果 第三次覆診 你開了藥訓給他之後的情況 你就沒有了解 他沒有告訴我 可以, 依然可以 他說臉變臉惡化了 看他的時候 看不看他的臉 除了紅色 也會像黃色的東西 主要是紅色的 紅色的, 我只配那些中藥給他 我是用中藥款 配那些蜜糖 給他塗的 我沒有給他收錢 我這隻藥粉 拌繩就是那些 都明顯治的濕產 我不只是醫求 我至少醫濕產 應該醫好 真的醫好很多 中醫這行我自己做了幾十年 對嗎 是 我從頭裡試過一個是這樣的 我覺得是一個災難 好像很相信他的藥 很有用 他很相信他的醫術 所以最後是… 要病人自己去承受 那個惡化的後果 自己去找其他醫生去處理 他令我這兩個星期失化 精神上補償不了 情緒上都很激怒、很焦慮 很難去投訴 不能保障患者